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没有财产损失 同层的邻居被偷了500港币现金 这栋公寓的设计是一梯三户 当天盗贼进入了同层的好几家 警方接获报案称 有低楼层住户称家里大门虚掩窗户打开 外傭及时发现了窃贼 窃贼立刻逃走了 窃贼是从地下水沟进入大楼而后逃走 暂时人还没有抓到 据悉 大坑道家园为一梯三户设计 郭富城原本住在顶楼的全层 因整修租下低楼层单元 暂时与岳父岳母同住 月租费用高达六位数 大楼失窃时 郭富城正在家中睡觉 这次郭富城的三亿豪宅被曝光 看上去是一栋外墙斑驳老旧的大楼 对此有网友调侃称 还不如单位集资楼 但是 都知道香港寸土寸金 这栋大楼入住的也都是非富即贵 除了郭富城 还有周秀娜 于德成等明星 身为香港娱乐圈顶流长青树的四大天王之一 郭富城这套外观看上去并不算新的豪宅 是真的好 郭富城所住在的地方为整个顶楼 面积大约是一千多平方米 这样的住宅面积 光是想一想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这套豪宅目前估值三亿左右 内部设施齐全 装修奢华 郭富城所在的顶层不仅有空中篮球场 游泳池和绿植区 周围还有围栏保护安全和隐私 不是别墅 胜似别墅 2.刘德华 众所周知 现年60岁的刘德华是圈内知名演员 为观众带来过无数经典作品 出道几十年 外界对他的评价始终如一 事业上红红火火 刘德华的家庭生活也非常幸福 他与老婆朱丽倩结婚多年 共同育有一个女儿 为了让家人更平静的生活 刘德华很少在公开场合秀恩爱 或者是谈到他们 不过 早前他接受媒体采访 倒是罕见提到女儿 因为瘟疫原因 女儿在家上网课 而没工作的刘德华自然也在家中辅导女儿学习 刘德华觉得自己是个温柔的爸爸 但是每当辅导女儿功课时 也会忍不住发飙 有一次他甚至直接对着女儿怒吼 有没有搞错啊 都这样了 你还不懂 即使是天王刘德华也难逃为孩子辅导作业的噩梦 着实令人忍俊不尽 浏览刘德华的社交动态 他时不时会和粉丝分享生活 近期 刘德华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一则视频 庆祝一年一度的小满节气 画面中 刘德华站在庭院中 欣赏着眼前的风景 看得出来院子面积很大 里面种满了各种绿植树木 在房子里待了一会儿 刘德华便带着司机出门了 似乎接下来有私人行程 以上视频曝光引发外界热议 有人一看就认出刘德华所做的车是某迪A8L系列 目前官方要价100万左右 这还只是起步价 加上购置税和保险 价格只会更高 还有人羡慕刘德华能住在奢华豪宅里 说他生活惬意 刘德华的豪宅大隐于世 在半山位置 加多利山35号 外表看上去有人称为向厂房 实际上则是低调又幽静 占地面积高达2000平方米 据悉价值已经超过5亿元 一直非常在乎安全和隐私的刘德华还聘请了高水平的安保团队 所以豪宅的安保也是非常强的 日常大门紧闭 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 一看就生人物尽 前不久 刘德华晒出自己打扫房间卫生的内容 曝光了豪宅内部房间的样子 看着大明星卖力地在家中拖地 十分接地气 他身后的家具也是简约清爽又精致 看得出来房屋主人的品味不俗 从画面来看 刘德华穿着一身灰色居家服 戴着口罩 拿着拖把 朴素的外表和舞台上华丽的模样相差甚远 他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 弯着腰卖力地拖地 动作干净利落 刘德华的细心也体现在了做家务上 他没有放过家中的任何一处小角落 经过了他的擦拭 地板焕然一新 虽然已是60岁 刘德华却丝毫不贤了 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手臂上有明显的肌肉线条 整个人精神抖擞 活力满满 此次劳作 刘德华的豪宅也罕见曝光在镜头前 家中宽敞明亮 偌大的落地窗视野非常好 家装风格极具现代化 处处都是金属元素 转眼 刘德华都步入花甲之年 曾经的男神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痕迹 令人感慨 不管如何 都希望刘德华往后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 期待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3.张学友 其实明星们的豪宅都不止一处 张学友的豪宅就有不少 去年 港媒报道称 歌神张学友目前正在以4.3亿港币的价格放售一处香港豪宅 引发大家的关注 据港媒爆料 张学友售卖的豪宅乃是一处位于浅水湾的自制三层富士 原本是他们夫妻俩于1993年及2004年共计花费了4630万港币的价格买入的 而这套位于浅水湾的豪宅 它不仅拥有超过517平米的超大实用面积 还拥有4个车位 一看就是有钱人的特有配置 其实 早在之前就有媒体曝光过张学友的这套豪宅 据悉 豪宅被深水湾和湘岛道环报 在这里能观赏到无敌海景 衣衫傍水 风水极佳 附近的邻居还包括李嘉诚 周大福创始人郑玉彤 赌王何鸿燊的四太太梁安琪 体操名将李宁 以及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等政商名人 还有知名主持人郑玉玲等等 不过 豪宅内部倒是出乎意料的简单 没有特别华丽的装饰或浮夸的吊顶 大多都选用了木质家具 整体色调单一偏冷色 简约又不是大气 当然 这套豪宅仅仅是张学友众多房产中的一个 据了解 张学友出道以来都奉行一有钱就买楼的投资理念 加上有太太罗美威打理财政 从90年代至今买卖过不少物业 几乎有赚无亏 早在2016年的时候 就有媒体报道称 张学友手握3.5亿元的房产 每月光收租金就可进账86万元 张学友近年来工作量很少 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陪伴在妻子女儿身边 鲜少露面 外界盛传 张学友受2008年投资失败的影响 欠下了4000万元债务 几近破产 后来 张学友开启的全球巡回演唱会更被指示为赚钱还债 而这次个人资产罕见曝光 可见身为歌神的张学友依旧身家颇丰 关于他破产的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张学友出道几十年 他的演技 唱功皆无可挑剔 如今的商业头脑更是令人所折服 4.黎明 黎明作为曾经的四大天王之一 捕获了不少粉丝的心 当刘德华 张学友 郭富城现在还依然活跃在娱乐圈的时候 黎明则是渐渐隐退 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方面 虽然如今非常低调 但是还是被拍到他生活的一面 那便是他家最近刚装修的豪宅 这栋低调的独栋别墅 是当初他与勒基尔恋爱时已5000万购入 现在超过2亿港币 这别墅三层楼 一楼是车库 二楼以上是客厅 房间等 房子的外墙也是灰白色 旁边有高高的树 门牌号都是吉利的八 重点是 这栋豪宅也是配备了严密的安保系统 可视化的门铃 就连平时窗帘也是放下来的 其实之前还有媒体爆料 黎明的另一个豪宅比这还要豪气 与现在的相比就显得更加奢华了 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更加的开放 可能是由于在郊区的原因就没有那么多的遮挡 而门前的这个泳池非常的气派 很像那种大豪门的感觉 里面餐厅与客厅是一体的 没有隔断 风格是欧式奢华 餐厅的每个座椅都是真皮的 尽显富贵 客厅的那一侧还挂满了很复古的壁画 并且还装了家庭壁炉 非常有情调 感觉两个家都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一个是高调奢华 一个是低调简约 两个房子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很多人都说 黎明之所以没有活跃在大家面前 是因为没有好的机会展现自己 当初的四大天王华仔在拍着电影 张学友还在坚持开演唱会 郭富城则更是人生赢家 有漂亮娇妻 生了孩子 还在内地综艺担任了导师 大家都顺风顺水的 只有黎明没有露面 不过 每个人的追求不同 在当时那个年代 黎明可以说是四大天王里最受欢迎的了 也许是想远离喧嚣 好好生活吧 看来看去 四大天王住的豪宅真是各有千秋 亦离姿 离姿2004年平 惊之欲念 封世后 从她网上筛出照片 我们能够看到她与富商丈夫马亭强位于西半山姑值约十亿的奢华豪宅内景 光是女主人的浴室就让网友惊叹不已 足足有几个房间大小 离姿家总体走现代轻奢风格 大型厨房设备齐全 能够跟女儿们一起下厨 客厅温馨明亮 三个女儿一起认真写作业 衣帽间也十分整洁宽阔 豪宅中更设有泳池 闲时还能坐瑜伽 离姿的贵妇生活真如想象般美好 二张可怡 如今的张可怡 曾被遇为千禧年代无限五大当家花旦之一 即港式一姐 2003年凭 九五至尊 丰厚 2013年与香港电视网络约满后恢复自由身 作品也锐减 近些年专注家庭生活 身材和美貌维持得很好 与年轻时候基本没有太大区别 目前他人未结婚无儿无女 单身生活非常潇洒自在 张可怡还趁着圣诞佳节与家人欢聚 更在家中摆设巨型餐桌 十亿人聚餐意相当阔落 另一边有落地玻璃门 餐聚精美 食物可口 室外还有一个大院子众人再聚在院子里面玩耍 非常惬意 三汪明泉 汪阿姐汪明泉2001及2005年平 婚前婚后 及我的野蛮奶奶 封世后 他与老公罗家英居于银县湾别墅 有人指这套别墅他早在1987年以293万购入 现在已经叫价近一元 升值超过34倍 整体装修风格以原木中式风味主打气沉稳 客厅非常宽敞多人聚会议无问题 家中可以放置大型桃花营新年 饭厅带到可以打乒乓球 厨房有中导设计 三人一起坐罗布高丝毫不见拥挤 之前罗家英返港要在书房隔离 房中还有大型电视 单独吃个打边炉也没有问题 夫妻两人还隔着玻璃门练歌 尽显恩爱 室外更是有一个超大平台 爱犬可以尽情玩耍 四周种满绿植 视野极佳 四蛇诗曼 有人说 每一个的青春里或许都有一个蛇诗曼 在那流光岁月里 保留我们美好的港剧回忆 都说TVB是演艺圈的少林寺 锻炼了演技 又磨练了意志 蛇诗曼也是一步一步 从啤酒妹走向了TVB至高的领奖台 成了演技派的代表人物 说起来 他的人生颇有些励志的苦涩 那些年 他塑造了太多经典人物 被人称为演技大魔王 光明全曾说 蛇诗曼演戏的时候 一秒钟变脸 那些深入人心的角色 蛇诗曼摸爬滚打了二十几年 才涌来了魔术的鲜花和掌声 那些年的努力中就没有白费 蛇诗曼2006年平 凤凰寺重奏 大热丰厚 西京力强的蛇诗曼2015年以3500万购入西贡香连独立屋 移栋送给妈妈 移栋自住 油脂已经升值至6000万 蛇诗曼的豪宅走现代简约风格 他常年单身 家里整体画风温新明亮 粉色鲜切花能看得出是用心生活之人 而家中富士楼梯更是他喜欢拍照打卡的地方 2020年蛇诗曼拍内的真人秀展示独居生活 不过当时租住间沙嘴K11Artist服务室住宅 单客厅的面积就令人羡慕 有纸月租要32万 吴李斯奇 李斯奇是参加选美比赛出身 年轻时美丽动人的他 一举击败众多对手 拿到了冠军 比赛结束后 他先是加盟了亚世前生力的 后来又转投TVB 不论在哪个电视台 他都被受力捧 主演了一部又一部戏的女主角 他不负所望 参演的聚集口碑和收视都很好 迅速在电视台站稳脚跟 并与汪明泉 赵雅之以及黄淑仪并称为TVB初代四大花旦 年岁渐长后 李斯奇依旧活跃于荧幕前 他还在2008年的时候 凭唐星风暴 拿到了事后的奖项 这几年 他虽然很少拍戏 但形象极好的他 深受广告商欢迎 可以说 他早已赚到盆满锅满 赚到钱后 李斯奇选择投资房的产 举悉他目前名下有多套房子 除了一直住的那套千万豪宅 还有几套小的单位 以及早年在内地买的别墅 几年前 李斯奇曾对外公开过内的别墅的内景 这套房子位于中山 面积达到370平方米 当时购入价只需200多万 现在估计已经升值了很多倍 李斯奇表示 自己打算将来全面退休后 回内的养老 因此 他花了过百万装修这套房子 将房子打造成乡村感觉的花居 可能有人会问 李斯奇的老公 孩子呢 他经历过二段失败的婚姻 这些年一直保持单身 他唯一的女儿 则长居国外生活 母女俩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他选择在内地买养老别墅 显然是不打算出国跟女儿住 限时单身独居的李斯奇不时在社交平台大赛厨艺 最常见到的是其寓所的厨所与饭厅 豪宅布置走欧式奢华风 且和李斯奇的少女心 家中杂物很多 但相当宽敞舒适 事实上 李斯奇身家非常丰厚 绝对称得上是一名富婆 资深传媒人汪曼玲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组聚会照 并配文称 最近李斯奇荣升广告天后 他拍摄的广告多部胜数 他笑言是老天爷赏饭吃 并请大家去半岛酒店吃自助餐 曝光的照片中 李斯奇邀请了14位好友 加上自己一共15人一起去酒店吃自助餐 翻查资料 该酒店的自助餐 成人美味608元 也就是说 这一顿她花了近万元 相当豪气 六胡杏儿 胡杏儿长相不佳 却凭着一股狠劲 不断努力 让自己爬上香港小姐继军的宝座 从此开始人生高光之路 花田喜事 让观众看到胡杏儿为了演戏 为了对观众负责而愿意牺牲自己的努力 很多曾经不看好她的粉丝 纷纷转成她忠实的粉丝 就在大家都称赞胡杏儿演技越来越成熟时 胡杏儿发现自己的可选角色 好像被喜剧角色框住了 无法突破 她又一次陷入困境 不知所措 这时 是一位TGB前辈给了她建议 可以尝试掩掩坏人 打破自己的搞笑路线 于是 古装剧 万皇之皇 中英显至极的同家皇后 让胡杏儿成功转型 还捧得2011年TGB最佳女主角奖杯 她站在事业的巅峰向传闻已久的绯闻男友黄宗泽表白 在众人祝福声中 胡杏儿在事业 爱情上收获满满 可这一对被大家公认的银评情侣 在历经八年之后 竟然在媒体宣告分手 这段悲痛的八年情伤 让胡杏儿暂别荧幕 有人猜测 是去聊心伤了 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 是在李靖主持的节目中 喜日精灵古怪的胡杏儿 美语中多了几分成熟和甜静 她离开黄宗泽后 遇到真命天子李承德 走进婚姻殿堂 两人2015年结婚 先后诞下三个可爱儿子 胡杏儿经常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儿子照片 可以看到家中摆设 巨型客厅成为一家五口的打卡位 不时在两人社交网易会见到一次做背景 每年过时过节客厅都会设置不同装饰 好友仪式感 胡杏儿家里总体布置简约 环境阔落 非常适合小朋友成长 三个儿子在家里可以尽情玩耍跑动 七 林夏威 林夏威曾以 七公主 荣登侍后 2015年在山顶豪宅低调价金融才聚莫赞生 不过当时相当低调 并无公开场内照片 有指林夏威老公身家高达20亿 虽然林夏威结婚当日非常低调 但平常她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照时 以多次令价值15亿的山顶独栋超级豪宅曝光 林夏威大宅装潢 设备豪华 作用无敌围缸紧致 有私人健身室 私人泳池等设备 就连贴春联 林夏威也要爬5米高梯才成功 比起要爬梯布置3米圣诞树更为夸张 早前世界杯 林夏威相约胡定兴在估值15亿山顶豪宅观看决赛 见其家中影音设备齐全 除了客厅超大 林夏威的山顶别墅还俯瞰维港海景 家里有健身房 游泳房 琴房 舞蹈室 还有家庭露营的超大平台 可以与汪阿姐汪明泉一较高下 八胡定兴 胡定兴2015及2016年先后评 《鬼童你OT》及《城寨英雄》封后 是首位连续两年获得事后宝座的花旦 距知胡定兴现居于清水湾豪宅奥龙 与王浩信 袁伟豪等人士邻居 不过胡定兴甚少公开奇遇所的照片 但他曾多次贴出日出日落等无敌大海景亮箱 令网友羡慕 看了这么多明星豪宅 不得不说 贫穷限制了想象 不过 装修风格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性格 都是价格不菲的豪宅 装修却各有特点 一年 二十字幕装修卦 二十字幕装修卦 一年